疫情稍見好轉 整體市況轉趨明朗 新盤及二手流成交量有明顯的增幅 加上發展商於新春長假推出不同優惠力銷貨美 以至上月新盤貨美市場表現更令人鼓舞 令到本月新盤6約470貨 較上月約270中大幅彈升於70% 由於市場氣氛已見逐步回穩 發展商亦部署於州內為旗下新盤軟銷及推廣活動 以便進行力給各路客源 預期下月將掀起新一輪的推盤動力 近日疫情稍見緩和 市場氣氛亦漸見好轉 雖然市場存在加息因素 為市場預期加息步伐將會放慢 加上兩地自月初通關後市況向好 令到准買家入市步伐亦相應加快 尤其是剛過去的農曆新年長假期 發展商推出的新盤貨美都配合不同優惠促銷 本月新盤6約470貨成交 較上月約270中 大幅上升於70% 反映市況好轉下 准買家入市步伐明顯加快 其中 北部都會區的新盤貨美成交量更相對突出 成交量顯著升溫 受到新盤貨美成交量大幅回升刺激 相信發展商已經回復推盤信心 並且以足緊推盤時機 本周內將陸續為旗下新盤軟銷及推廣等 以便力給市場各路客源 預期下月將會掀起新一輪的推盤動力 一間大型代理行董市指 本月新盤貨美成交量令人振奮 尤其是農曆新年長假期各盤表現相當觸目 發展商亦測試出市場的接受水平及承接力 本周內開始為旗下新盤軟銷 預期下月將會掀起新一輪的推盤動力 事實上 自月初兩地通關後 整體經濟明顯好轉 同時亦帶動樓市逐步升溫 貨美成交量大幅彈升 加強了發展商的推盤動力 本周內將有多個全新盤露燕及進行軟銷等 預期下月群盤將陸續搶攻 搶客箭一觸即發 搶客箭一觸即發 運動發展商编目